Hello,大家好,我是坎西 那从这一期视频开始呢,我打算做一些中国的一些语言 因为我之前做过普通话,所以我打算做一些中国的其他的语言 那众所周知,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土地面积非常大的一个国家 只存在一种语言是不可能的 大家都会说了普通话,只是一个大家都互相交流的一个语言而已 那在其他地区是有他们各种不同的方言 那作为汉语来说,就已经有好多好多种,就更加表示其他民族的一些语言 那我为了想告诉大家,其实很多人觉得这些语言是一门方言 那我个人会把它当做一个独立的语言来存在 因为他们跟普通话的发音首先很多完全不一样 甚至语法不一样,甚至他们还有他们的书写系统 而且在他们这个语言的同时,他们的分支下面还有好多好多其他的语言 他们都属于这个语言的分支 所以我打算把做一些这样的视频给大家,让大家去了解 很多的语言我都不会说,但这并不打算我去研究,去给大家分享 当然我做这些视频之前都是做了很多的资料阅读 所以我不会做一些假的东西给大家 所有这些都是我在网上很多网站找来的,还有一些朋友问来的 那我要做的第一个语言呢就是粤语 那粤语,说到粤语大家肯定不陌生 粤语歌曲在中国很多地区都是非常非常流行的 当然这些歌曲可能是由于上世纪香港的很多粤语的文化 大量进入在大陆 所以这就导致了大家对学习粤语的文化有非常非常的高的热情 那我们来简单说下粤语的历史吧 粤语从存在到至今已经有差不多2000年的历史 那由于历史的原因呢,粤语至今还保留了大量的古汉语词语 使用粤语的人数呢在全球一共有1.2亿左右 那这个数字不一定精确 那作为使用人数最多的广东省来看 就有大概七八千万 当然广东人口肯定不止七八千万 因为有些人可能说其他的语言 对吧 首先广东广西省是使用粤语的一个地区 香港澳门也是全境使用粤语的地区 在海南部分地区也是有粤语的 在全球范围来讲 粤语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国际的一个语言 除了中国之外 像马来西亚新加坡 美国澳大利亚 还有一些其他其他地区 都是有粤语的使用人数的 作为美国来讲 粤语甚至作为他们国家的第三语言 在英语和西班牙之后的第三语言 值得一提的是 粤语在中国也是使用人数第三多的语言 是在普通话和无语之后的第三语言 在美国旧金山 甚至你可以听到粤语的广播 公交车上都会用粤语来作为广播 不信你可以去看看 这是我朋友告诉我的 那说完这些之后呢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粤语的 这个声音调系统和它的拼音系统吧 那一般提到粤语呢 我会拿广州话作为例子 因为粤语的方言有很多很多种 它们在用词上文化上还有发音上 都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不过在基本上的一些日常沟通上 问题是不大的 所以我接下来要讲的例子呢 基本上是与广东话里面的广州话来作为例子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声母表吧 好的 这是一张粤语的韵母表 首先来说一下粤语中的声母数量的不多 一般在20多个左右 但是不同地区可能数量有细微的差异 我要说首先要说是一个宋气的一个情况 首先广州是广州的粤语呢 是平声宋气 自声不宋气 那其他同样的在吴州南宁青州的粤语 也是这样的一个宋气情况 那其他的我这边由于时间关系不能讲太多 那就来讲一下这个表格吧 这样表格看上去比较复杂 那其实呢并不是很复杂 首先除了常规的原因之外 我们着重来看一下它的韵尾 这个左边一二三四五五 这个五个数字分别代表的是 它们属于什么类别的韵母 那我把它分为三类首先我们来看四号这个框 四号这个框大家可以发现它都是以PTK结尾作为韵尾 那这个呢 它是粤语里面的 醋阴尾 那醋阴尾它发音的时候呢 基本上气流通路是闭塞的 然后是突然打开发出一种形 这是醋阴尾 那大家可以再看一下三根五 三根五呢是以MNG结尾的 那它这个呢就是粤语里面的鼻音尾 那鼻音尾大家应该很熟悉 就是带一点鼻音作为结尾 那一根二呢 一根二算是粤语拼法案把负韵母的第二个原因 I U Y作为英语的呃作为原音的韵尾 那这就是它粤语中 三种不同的韵尾的结尾方式 那这个呢是粤语里面的一张音节表 那大家如果想学习粤语的话 这张表是要基本上了解一下 因为粤语里面也是一个声调语言 它也有它的一个拼音系统 如果你对它的拼音不了解的话 你是很难去读一个新的单词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把这个表格了解一下 如果你想学习粤语的话 那跟普通话一样 学完拼音之后呢 就得开始学声调了 那相比普通话的四种声调 粤语里呢更是有九种声调 六种音高 也就是我们说的九声六调 那这个表格的第一排 就是粤语里的九种声调了 从音频到阳路 那第二排呢就是粤语里的调指了 那分别以五最高一最低 来表示它们的音高不同 那可以看到是声调音频到音去 分别是要么对应五 要么就对应三 也就可以说音频的声音 音频到音去的声音是比较高的 那从阳频到阳去的声音是相对低沉一点 那后面三个是什么呢 后面三个可以发现它的调值 跟前面的一三六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还得再分另外三个调呢 这个就是我之前说的以ptk结尾的 粤语里的醋音 一般发音比较短比较急促 有一种像突然发出来一个声音 就是为了让粤语有顿错性 所以加了三个额外的 那就是粤语里的九声六调了 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加容易的理解这个音高 那这张图呢就是给大家方便理解的 大家可以看到在声调一跟声调三 他们的音调是一样 都是比较平滑的调 但他们的音高不同 五是最高的 一是最低的 你可以把这个想象成音乐里面的八度 同样的音可以不同的音高和音低来发出来 但他们是不同的音 好的 为了让大家更加容易的理解 我给大家一个例子来进行一个演示 当你学完之前的生母育母和辅音之后 在学完这个九声六调呢 你就可以看懂粤语的拼音了 那这个就是一个粤语拼的一个例子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旁边的数字能分别是一到六 而不会写到七八九 因为后面的七八九呢 跟前面的一三六 他们有相同的音调 那这就是他们写粤语拼音的一个方式 大家如果要学习粤语或者查阅单词的话 有了知道个拼音的话 你就可以知道怎么发音了 好的 这个是粤语里面的一个声调变化 那粤语的声调变化呢 分为连续变调与变音 主要发生是在副词或者叠字词里面 一般性那个比较低的那个音的第二音节 会转为高声调 那这个情况呢 在普通话里面也有变调 只是变调的规则没有阅语那么复杂 比如说最简单的你好 人们不会说你好 而会说你好 把那个第三声变成第二声 那阅语里面的变化呢 有非常非常多 那有些甚至是无法预测的 那这个就需要大家长时间的去跟说阅语的人交流 有些可能会 你在说的时候会自然而然的就会产生一定的变调 可能你自己都没有感觉到 那这些变调呢 大家可以去网上查一下 有些呢是因为是会发生一定的语法或者语上的改变 那有些则不会 所以我不再一一给大家去发音 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听一下 找一个粤语的会说粤语的小伙伴给说给你听 那接下来我要说一下后面的语法部分 那粤语是作为一门语言保留了很多的古汉语 那这个呢在其他的南方语言中也有 在无语中也有 那这些古汉语呢 它跟今天的意思呢 有很大区别 那这是我现在找到了一而三 五个古汉语 那大家先听一遍粤语是这么读的吧 好的 我把那个拼音也给大家打上去注意 有些汉字它可能是多音字 它可能对应好几个不同的音 那这个可能在大家学习的时候也要稍微注意 那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呢 我把它的那个中文对应的翻译也给大家打上去 大家看一下 其实只要有对应翻译的话 这些词跟这个现在的汉语对应 还是差别很大的 所以这也是粤语中比较神奇的一部分吧 当然其他的方言也可以做到一些古汉语的运用 像我之前说的一些南方语言包括无语 所以如果要想学习粤语的话 那些古汉字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那接下来我讲一下粤语中的语法吧 那粤语相对于普通话来说呢 有很多地方是有语法不同的 那最大语法不同呢 就是他们的语序是不一样的 首先呢 我给大家看的第一个东西呢 是定语后制 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修饰词放在中心词后面 而这样图已经很明显 大家可以看到 那接下来呢 我要讲的是重语后制 那粤语通常把修饰词形容词副词 放在被修饰的那个词的后面 有时候甚至放在句末 那如果你把它放在前面的话 便就是一句语法错误 那接下来我要讲的是间接兵语后制 那当粤语中动词同时带两个兵语时 那间接兵语呢 通常放在句子最后 中间由直接兵语隔开 那就变成了动词加直接兵语加间接兵语 那这个例子就是我给大家展示的间接兵语后制 那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再给大家展示最后一个叫做同速逆续词 那就是说明粤语中有很多词汇 字续呢 跟普通话是相反的 但这种就属于传统的道装说法 和今天的说法是有一些差别的 那这样图就是给大家的一些粤词展示 那看到这里 我想你大概对粤语有一个大概了解了吧 那语语呢 是有大量的方言在里面的 那我今天讲的是广东省里的广州话 作为代表 那其他地方呢 各个地区有各个地区不同的说法 像广西啊 有他们可能一些口音上的差别 还有一些用词上的差别 像香港和澳门啊 肯定有他们的一些用词上的一些差别 但这些语言之间呢 大概是能互通的 可能在香港 可能会多带一些 英语的词汇在里面 如果有小伙伴懂香港和香港的粤语和广东省的粤语的区别的话 大家欢迎在下面评论去评论 然后我更加记得是澳门和香港的粤语的区别 因为广东跟香港的粤语的区别很多人已经做研究 但是很少有人会去做澳门跟香港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有区别的 如果懂的小伙伴欢迎在下面评论 那好这期视频就做到这里了 下家大家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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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